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认识了湖南的张先生和滕女士 滕女士说张先生跟她在一起八年不工作 却在分手之际向她索要二十万的青春损失费 张先生称要钱不是目的 她只是不想跟滕女士的娘家人同住 看似简单的要求 她却为此抗争了整整八年 你完全可以去买一套房子 前不久忍耐八年的张先生终于将想法合盘拖出 丈母娘老丈人和小舅子也因此搬离了小家庭 随即她和滕女士的矛盾也一触即发 就是她的父母搬走了之后 她就说她的爸妈不住我们也不能住 这房子我要给她卖掉 滕女士主张卖房还债 张先生拒不接受 他担心卖房是分手的前奏 原来三年前两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而离婚的原因是滕女士至今未解了心结 因为曾经有一件事让我解不开 这个心结源于一个人张先生的前女友 当时滕女士一气之下把婚给离了 不久后伴随着前女友的再婚 两人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滕女士心里的疙瘩却并未解开 现如今面对四十万的赌债 张先生坐视不管留她独自承担 这让滕女士不得不怀疑 她在张先生心里的分量甚至比不上前女友 那么滕女士的猜测是否属实 张先生跟前女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滕女士至今无法释怀 一起继续今天的调节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张先生和滕女士 一起讨论了他们家所产生的 因跟老人同住而发生的家庭矛盾 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滕女士也表达出 在她心里其实还有一个心结 也影响着她和张先生的关系 那么这个心结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金牌条件 她得心脏病的时候 都是我一直在照顾的 但是我想请问我照顾的过程中 你为什么要跟前女友联系 可以说你的命是我救的吧 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只能这么说 我得了病的同时 我不需要任何人关心我 别人打电话不用接 别人打个电话给我 喂问一下你生病了 你人都是奄奄一息了 打个电话喂问一下 就不可以 前女友可以打电话 但是她那段时间 他们俩没有撇清关系 在她生病的时候 他们俩一直在有联系 前面我也不知道 是有一次也是无意中我发现的 她手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坏了 她就拿起我的手机去 但是我的手机来 也不是说我故意的 就是无意中 有自动的录音功能 然后她跟那个女的联系 是这样说的 那个女的问她在哪 她说她在宾馆 那个女的说 那你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吃吗 她说不用 你过来就行 我想请问 你说你跟这个女的没有关系 那请问这个女的去宾馆找你干嘛 她不承认 一直不承认 我就问那个女的 我说你打电话找我老公干嘛 她说我就要你老公 她没有说话 她要我把电话挂了 我想我说这话 没有说谎吧 然后接着后面 她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了 前后两分钟 她就跟那个女的打电话 我想请问 前女友就是短暂的 可能一两个月吧 是别人告诉她了 我的电话号码 她才联系上我的 然后她从上海 飞到富兰的同时 她可能也有一定压力 有些东西叫我 辅助一下帮下忙 她不接了 后来我的去向 我的形状 我都带上她 但是如果 如她刚才所讲 你的前女友 可以以那样的方式 来回应她的电话 那是她骂别人 那个前女友 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 被你带到各处 这种事情有吗 有啊 她来到回发 她没有地方去 我带了一次 一次 朋友的身份 对 是她自己想多了 对啊 她跟我在一起 她就要强加给我 我离开她远一点 跟一个女孩子 在这里说话 她说我跟她有 就不争当啊 你觉得 你刚刚说 你跟她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现在在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你跟她没有关系吗 你说了 你说了 你先回答我 关系前女友 关系啊 那既然你不承认 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承认什么呢 承我两个有关系 我两个要 我跟她结婚 我给你抛弃了 要承认这个 我请问你 一个女的到宾馆 去找你 是什么原因 这是朋友关系 你这非真的 非不真的吗 你到宾馆 我去宾馆 我两个都有问题了 你怕你真的 思想不寻解哦 前女友要帮忙 张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 即便是冒着 被藤女士误会的风险 也要挺身而出 可当她如今遇到了难题 张先生却当了甩手掌柜 这样一对比 她和前女友孰轻孰众 力见分晓 让藤女士恼火的是 张先生在情感问题上 拎不清 已经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除了前女友 张先生跟前妻的关系 也十分暧昧 她前妻也是一样的 凌晨两三点钟打电话 我问她打电话 是为了什么 她说是为了小孩的交流问题 我想请问 这个东西 你和前妻打电话 可以打 对不对 但是超过十点钟 可不可以顾及一下 我的感受 为什么要凌晨 两三点钟打电话 小孩的问题 白天解决不好吗 一定要到凌晨 一两点钟 才解决吗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 她给我发了一个 五百二的红包 她给她前妻发了一个 八十八的红包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问我要 所以我就发给她 不应该吗 我前妻问我 要一个 问你 发一个红包 一个小小的要求 一个孩子 她妈 不能接受吗 我跟她走在一起 我什么 我前妻也好 我前女也好 我都跟她说过 我的前妻 我跟她说过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 任何关系 彼此 就是一个小孩的问题 牵手的问题 电话沟通 就是小孩的问题 有时候我 打牌很晚 十点钟 一点钟 我回家偶尔想起 给她发个信息 聊个电话 没有比她想得这么严重 她觉得没问题是吗 觉得这里真是正常的 有一点问题 我真的 那有没有想过 这样时间打 确实不好 白天 或者有事的时候 从来以后 我不想打 打就我都没有打 连女人的电话 我就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提到前妻 张先生硬气地表示 纯粹是为了孩子 显然 藤女士不接受这个解释 因为不论是前女友 还是前妻 不论提出任何要求 张先生都是爽快答应 立马执行 可是轮到他要卖房 还债换工作 张先生的表现 却判若两人 非但不支持 不作为 还处处为难 再三阻挠 既然两个人的心 都不在一起了 不如就在一起 不此分手 可张先生却表示 他对藤女士 有感情 也不想分手 两人关系的恶化 是藤女士的性格所致 与前女友和前妻 均无关 金牌条件 女士上说我 没有到你 我可以给你道歉 一歉我就不要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张先生接下来 提到了一件事 在他看来 这件事所反映的问题 正是藤女士 问题的癥结所在 曾经一次 去我姑姑家里 我姑姑过生日 我先去了 是三年多钟 天气很热的 很热很热 我打她电话 叫她打一个车过来 她却怎么说的 你要来接我 你不来接我 那我就不去 我说你来 你就来 你不来 追你 她讲 那我要自杀 我要吃农药 我说你吃农药 可以 你不要忘记 给你妈妈 打个电话 你妈妈养了你这么大 这么一说之后 那我跳楼 我说你 你要跳你打119 这么小小一个问题 你就闹到这么大一个问题 你说 能接受吗 好 后来提出 一分 我说 一分 可以 你这种性格 我真的 接受不了 我说 你有什么要求 她说 20万 我说 可以 她又不接了 她又 又哭哭哭哭地 跑到我这里 一起来吃饭了 我承认 我的性格 比较好强 她刚才讲的那个 好像听起来 是挺夸张的 我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 我要她来接我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你不来接我 那为什么 你可以接你的前女友 在她的楼下 等她 半个小时可以 却不愿意来接我呢 你不来接我 那是一个变化 不是变化 有 有因材有果 知道吧 说吧 你说 我已经说了 你还没回答 肥达你抓着 抓着了吗 我说了 我没抓着 没抓着实际的证据 这个你觉得视力 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视力 想告诉大家 就是她在生活中当中的性格 是这个样子的 对 那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 我跟你说 她跟我在一起 八年 她每天的上下班 上班12点钟 中午12点 我要打个电话 问问她 吃饭了没有 下午 五点半 打一个电话 问她下班 回来了没有 要我搞饭 我回去 回去饭 她说她回来做饭 也是很少的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妈不是跟我们 住在一起吗 基本上都是我妈 做饭 将近八年 她却没有打我的电话 好声说 叫我回去吃一餐饭 两餐饭 我是一个正常 上下班的人 我知道她在哪一个地方 她有饭吃 那我弟弟确确是没有 给她打电话 说像别人那么关心 她说 今天老公 你要回来吃饭 或者什么 我觉得她有地方吃饭 其实打不打电话 其实她跟我说过 她说 我这个女的太强势了 不能做一个 很温柔的女人 比如说 老公啊 你今天晚上 没回来吃饭啊 就是要打电话 就是这样经常关心她 但是那个女的会 她说 我不会哄人 看得出来 藤女士很在乎张先生 所以她才会恼火 才会吃醋 为什么你可以接你的前女友 在她的楼下 等她半个小时可以 曾经在张先生心脏病手术期间 是她全心全意悉心照料 事后张先生却将她的好 统统抛到脑后 只惦记着前女友的温柔 这叫她如何不气愤 如何不伤心 可是到如今 张先生没有任何改变 还把全部责任 推到她的身上 她不知道这段感情 还能否继续 又该如何继续 那么观察员们 会如何看待双方的问题 他们会支持藤女士和张先生 继续走下去吗 张先生 你刚刚说 我跟我前女友在宾馆 那又怎样 我不说你们俩发生了什么 我只说瓜田里下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会不对这种事情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你再解释都是 你至少你得学会去避嫌 我跟我前妻联系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个孩子 我们要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 孩子生活费的问题 我跟我前女友联系 好像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坦坦荡荡的 可是你忽略到的重点是 你和你前妻联系是在深夜 哪怕你说我白天我在打牌 在睡觉 我到两点钟再想起这件事情来 可是这样真的对吗 对你的妻子来说 哪怕对你的前妻来说 对你前妻来说 我觉得都不公平 都不对 你前妻会觉得 我前夫凌晨两点钟 给我打电话 那他是不是还想跟我好呢 女人会产生联想啊 不仅他误会 你前妻都会误会 包括你的这个前女友 他把我约到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你前女友也会有想法的 不能怪他们想得多 而在于你 其实你刚才表达的时候 你在避重就轻 然后你老婆其实很吃亏 包括他跟他的前妇 其实是受了很多的苦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们 而且他在外面 在青海那么远的地方打工 你觉得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吗 他面对家庭这种情况 他一个老公 你哪怕说你打牌能赚钱 可是不稳定 他没有安全感 他今天吃了上顿 他不知道下顿在哪里 他只有自己拼命努力赚钱 这些苦他只有自己扛 然后通过极端的 通过怒喝你们的方式 发泄出来 其实你没有去了解 他心中真正的苦楚 然后滕女士 你是呈现两个极端 极度的宽松 和极端的严厉 包括他和他的 可能前女友什么 前妻联系的时候 你可能开始都会 有一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 然后你就突然爆发 就是从一个极端 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中间呢 中间的余地呢 你没有 他怎么可能服气 他怎么可能听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的艺术 一定是在于 每一个小细节 就像你自己承认的 你对他其实不够关心 也许到他 有大病的时候 没错 你对他很关心 这是大事 小事呢 他感冒了呢 发烧了呢 喉咙疼呢 你有没有 也像他 心脏病一样 去关心他 关注他呢 我想说的是 你们的关系 现在的状态 不是夫妻关系 你们是恋爱关系 那么恋爱状态 就不能够以 婚姻状态的 这种心理来权衡 婚姻状态里面 更多的时候 是包容和谅解 那么以什么为前提呢 以谋生和共处为前提 怎么样活好 怎么样共同建设 然后呢 怎么样 让你的家人认可 让我的家人认可 这是婚姻状态 恋爱状态呢 以相爱为前提 你爱不爱我 你爱我什么 你用什么来证明 你的忠诚和爱 这就是恋爱状态 刚才二位在表达里面 女士说 你知道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那换一句话来说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那么还有 就是你怎么能够 跟别的女人去联系 深更半夜去打电话 那么在这里面是说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你知道这是我会建议的 因为你让我没有唯一感 我的这种排他的需要 没有被你尊重和看见 那么先生刚才在 花里域里面也一再说 我什么东西都给你 我挣来的钱都给你 这是表达我对爱的忠诚 这是其实是你们之间的 这个问题所在 你们双方究竟爱对方什么 然后如果是达到了这个爱的程度 那么就建构一个稳定关系 然后尊重他的家人 尊重周边的关系 包括你们的孩子 虽然你们现在是离婚的 但是你们现在会来调解 说明情感关系还在 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最适合女人的运动是什么 我觉得适合女人的运动跳舞 我想告诉二位 其实最适合女人的运动是游泳 打引号的 女人要会在情感关系当中学会游泳 你才知道 柔情适水的力量和好处在哪里 腾女士 你可能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可能比较生硬 对男人的关怀也有所缺乏 就像男方提出来的 觉得你确实有的时候 很少对他有一定的体贴和关怀的这种表示 即使他有饭吃 即使他有着落 并不代表就不应该去关心男人了 这是你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男人最适合的运动是什么 是爬山 为什么 男人的立身之本 就是应该往上走 就是你的状态 你的姿态要越来越高 才能真正的让这个女人看得起 张先生 你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挺立起来 最后我想说 在情感关系当中 要以两个人当中 最在乎的那个标准为标准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女方对你跟前女友和前妻的这种联系 我们且不说事情真相如此 她认为这个不对 她的要求不过分 她的标准比你高 那么你就得按她的标准来 你就必须辟邪 你就必须不能这么做 你就必须以她的标准为准 同样的 滕女士也是一样 现在男方对你在外地打工 其实是很有想法的 你们的情感关系 还要延续下去的话 你就要在乎她的感受 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地 应该回来 除非你不想要这段关系 如果你想这段关系继续的话 你就得在乎她的这个感受 以她的标准为标准 只有这样的话 你们的情感关系 才有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女方你好 我再问一下 你现在还在外面工作吗 在 还在外面工作 青海是吧 对 半个月在外面 半个月这下年 从你的叙述来看 首先我感觉你对你的先生 是很有 有很强烈的感情 你非常在乎她 是的 你这个人也是爱恨分明 爱就是爱恨就是恨 对 是吧 这种爱恨分明 很有灵脚的性格 跟你这位先生有一定的共性 因为你这个先生说话也是比较直 我有一个判断 是你们双方都很在乎对方 女方在乎男方是更鲜明 其实男方 我认为你也是很在乎他的 只是你不大会去表达这种在乎 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有八年这么久的时间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要再去怀疑自己在不在乎对方 肯定是在乎的 也是希望在一起的 第二个问题呢 我注意到你的叙述 有一些个人特点 比如说请问你会怎么样 你觉得呢 这种反问式的语气 你不想正面回答 但是你习惯性的马上反问一下 可能你的先生对这种 你的沟通方式就很反感 我提醒一下你 尽量不要有这种 或者减少这种反问式的 逼问式的提换方式 沟通方式 包括你先生前女友的事情 你问他有没有关系 他说没有 那么你只回答 进一步问他 为什么没有 你的潜台姿势 我认为你一定有 你必须回答有 如果你回答没有 或者说否认 都圈子 我认为都是不对的 这让人很不舒服 因为他有他的表达权利 甚至他有他的辩解权利 男方 你所反感的 或者你抱怨的 这个女人的坏脾气也好 或者生活方式也好 但是你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她 这个女人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终身伴侣 在明白这个大的判断前提之下 修复关系 在你们俩沟通的前面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相互都没看懂 对方的性格 只看到了对方刚硬的那一块 张先生 你那三句对话 你自己今天讲起 你都会觉得 瞧 他的性格多强势 我完全可以自己打车过来 可是你怎么就体会不到 就你在讲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挺一暗 你怎么就体会不到 他那一下子在干嘛 一个爱你的人 或者至少说 曾经爱过你的人 在你面前 显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 他就是不确定 你们之间的情感到了什么村 用这一种方式来发泄 甚至是撒娇 这不是一个强势 强势的人自己打个地过来 然后就直接掀桌子就是了 好 反过来 藤女士怎么看张先生呢 其实藤女士 你也要注意一些问题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她这样那样 但是她也是个很矛盾 你看她在那个百般辩解的时候 差就差一点就要张牙舞爪 看上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 当她赚到了那么一大把的钱 交到你手里的时候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就在想 她其实很需要 确实需要一种归属感 她需要这一个家 包括她对你的儿子特别好 关系到现在都还特别好 就说明她这个人 需要旁边这个人 不要用情绪 不要用对抗 而是用很柔和的方式 把台阶给她 把话头给她 就可以聊天 然后把解释给她 那恰恰很可惜的是 你并没有这样去看她 因为你对她也有期待 我都在想像你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她在你面前 本来是打扮成那个蜘蛛侠一样的人 包括她为什么要去看 静面条件 我也在想 张先生看静面条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她是在寻找一份理解 但是童女士 你没有捕捉到这个信号 可能她这个人呢 是喜欢看事情 不太看人心 你没有捕捉到这个信号 你依然还是用一种 就是自己努力工作 也希望别人努力工作 然后如果你没有努力工作 我就更加努力工作 你用这种方式 而不是说 你有这个需求 那我用女性的方式过来关门 现在你们这个房子 是不是一定要卖 不卖的话 怎么安排居住 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要考虑一下 不管卖和不卖 如果说父母 不跟你们住在一块 张先生有一件事情 可能要做 或者是要做得再好一点 就是要安抚小老人家 比如说我去帮你们找房 或者说你们搬出去之后 我来给一个父亲请坐 这个都应该的 老人家心里舒服 因为老人家并不是说 我非得住在这里 你这里又不是宫殿 关键是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价值感 而不是被你们抛弃出来的 那多痛苦啊 所以我就要从房子 用这个入手 把先生们给解决一下 商量一下 再就是今后 要多关注对方的感受 所以带着大家的建议 我们就进密室 的确 改善跟丈母娘和老丈人的关系 是张先生应该做的 挑起员胡建云的一番话 恰恰戳中了滕女士的软肋 密室里 滕女士告诉观察员陈青东 她在青海工作这段时间 张先生的表现让她很失望 这也是她想分开的原因之一 像她这种有一点极端的行为 就包括我在出去的过程中 她到我妈家里去闹 她到你妈家去闹 有什么用呢 她到我妈家里闹 逼我回来 想通过在你妈里闹的情况下 然后逼你回来 对 但是如果换一个方式 如果你明明知道 我妈出去住 已经很不开心了 你应该去安慰他们 是吧 你进去看他们 就说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去招呼一下他们 我觉得我心里要舒服一点 但是你明明知道 我姐怀孕了 住在我妈家里 她晚上十一点钟 去那里敲门 搞得都包110了 我觉得你这个不是爱我 原本滕女士 就因为父母搬出去 而心怀愧疚 张先生在她去青海期间的表现 让她当真有些心灰意冷了 她也第一次有了卖掉房子 告别过去的念头 我已经跟她说了 我说我想把房子卖了 我想过轻松的生活 我想把账给还了 还了之后反正剩多少钱 就像她所提出来的 不是要十万块钱装修费吗 我还是会把这十万块钱留给她 然后剩下的我全部拿去还账 但是现在她反对的是 她不想把房子给卖了 她担心你花得太轻 这个是一个原因 她的意思是我把房子卖了 就跑了 她一直担心这个 你出去打工 是有点想逃离她的味道 对 包括她朋友也是这么说 对 虽然你说 你刚才说是为了赚钱 但是确实有逃离的成分 对 有成分 我不否认 滕女士坦言 卖房一方面是为了还债 另一方面她想跟张先生暂时分开 给彼此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为此她还辞掉了从事多年的会计工作 从湖南辗转到了青海 可是张先生全然不顾她的感受 一次次的逼迫 才让她越来越反感 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可不可以 她说不行 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已经到什么地步了你知道吗 她可以现在我不出门 我报警已经报了五六次了 然后她还可以晚上三更半夜 不让我睡觉掐到我的脖子 要我写什么时候给她还钱 此时密室的另一边 张先生的态度一反常态 首先针对前女友和前妻的事 她主动认错 在工作上张先生也声称 已经有了起色 她走的时候都跟她说了 我说你等我到六七月 七月晚 我接一个工地 一千八万 我再说 你接得到我 你这个不是说 接得到我 真的 你就是你确实 确信有这个能力 我接到这一千多万的 对 只能她不信任 我叫她等我这个机会 张先生的计划 刘峰似乎觉得不太靠谱 也有些不切实际 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 张先生一枚资金 二枚从事相关项目的经验 也难怪 藤女士不肯相信 宁愿自己去拼去闯 为了表达诚意 张先生表示 她愿意承担 目前家庭的所有债务 无需藤女士负担 我的债务不要你去担心 我债务你去担心 你担心不了的 有没有你的 在前任的去找她的麻烦 没有 没有 带着张先生的嘱托 观察员刘峰 跟藤女士 做着进一步的争取 与此同时 观察员陈兴东 针对藤女士的几点要求 跟张先生 再三进行确诊 我首先告诉你 这个现实 第一个 你们是已经立了婚的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房子是她的房子 对吧 她就说之前 第三点 就是现在她害怕你 这是第三点 所以说 如果说你还很珍惜 这段情感 你想挽回这段情感的话 你就要证实 这三个现实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要用这好的状态 把它吸引回来 而不是把它给抓回来 经过密室调解 张先生是否真的读懂了 藤女士的需要 她能打心底力 做出改变吗 走中密室 藤女士愿意 再给张先生一次机会吗 接下来 怎么商议的 准备怎么办 这个房子是你的 你的压力很大 你想怎么解决 就怎么处理 家里面的事情 我能担当的 我就担当 给你减轻压力 老婆 你 受苦了 回去以后 我去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不管钱多少 得到你的认可 万一你的心 我收不回来了 我们彼此 曾经还是相爱过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好吗 她说的这些 我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给她时间去改变 我希望她在这一段时间 改变过来 让我看到 她真正的改变了 而不是用嘴巴说改变了 如果她真正改变了 我还是会回到她身边 但是如果她意思 不改变的话 她不改变 就不改变你的决定 是不是 是的 我真正一个选择 其实张先生 你要是变得安静一点 成熟一点 对别人的心 多关照一点 你就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人 这个对你来讲 也不是很难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 往这方面尝试一下 用魅力 把她吸引过 你要打开她的心结 你就要先打开你的眼睛 你要把她给看透 这样 我也知道 对 她女士多一点耐心 你刚才说的 你就这样子做 给她时间 也给她鼓励 她是一个需要鼓励的 对张先生来说 改变需要时间 希望她能将表态付诸行动 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 这不仅仅是为了藤女士 也是对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毕竟人生的路还长 投机也许管得了一时 却管不了仪式 唯有努力和坚持 才是保障生活的长久之计 同时我们也期待 藤女士早日放下过去 调整好心情和状态 轻松生活 快乐生活 毕竟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不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不论单身还是已婚 我们都应该活出精彩的自我 唯有这样才不枉此生 我不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